好 大家要防疫 但是戴上口罩 口罩又不够 怎么办呢 那就继续排吧 现在说虽然口罩 量数骗数有增加 可是有人说 那队伍排的可是更长的了 明远四起 大家看配增第一天排队更长 不是从2月20号开始 又说口罩配够增加 要做好开学准备吗 可是怎么队伍变得拉得更长呢 甚至还有已经满12岁 却还在读小学6年级的 这学生家长们都在担心 为什么 他满12岁他领不到口罩 我今天算一下 满12岁的小六生 大概其实有一半 因为从9月到今年2月 大概有6个月的时间 有一半人是满12岁的小六生 因为现在儿童口罩 其实配发的人还算可以 所以他们拿得到 但是如果你满12岁 你就变成你要去领成人口罩 所以有人在讲说 你是不是用年级来划分 比较好 就是说小学6年级 你都可以去领 这样会比较适合 是啦 但我们赶快看看 真的好多敏怨 来先听一下 小朋友不太可能说 口罩以吃饭拿下来 或者活动的时候 可能需要拿下来 是要维持那个干净度 所以我是觉得 小朋友应该要开放 是再松一点 领口罩就领得很麻烦 一排队排 好像几天才领到两个而已 一天要带两个怎么办 就是有点太少了 对啊 我们再多一点点 如果可以多一点就更好 一个礼拜四片一定不够 因为一个礼拜上课就是五天 至少一个礼拜有五天 五天的量才会是够的 昨天到的量被蒸了 所以包的时间将近要三个小时 所以对很多艺人药局 艺人药室药局 对他来讲负担真的很大 那特别是早上像发口罩 这时间做一些也会拉长 民众喊苦 钥匙也在喊苦 钥匙苦什么呢 钥匙在这边 真的快要崩溃了 因为贩派量加倍了 你看怎么写的 真是一个乱字 加上找钱的来乱的 还有吵架的 可能是买不到就吵架 还有找酒精 也同样没有 就是酒精一样缺货秒杀的 害得我们什么事都不用做了 这药剂师甚至都还有人讲 就算你一片给我5块钱的利润 我都不想卖了 但是当然我们要知道的是说 药剂师很辛苦 民众也很辛苦 谁可以解决问题 当然大家就说 还是要靠政府赶快来帮帮忙 解决我们的问题不是吗 来 韩冰 我觉得这个东西 本来就是我们是在 不得已的状况下 因为原先是便利店在贩售 然后后来也是搞了一团乱 后来采用这种 一个礼拜两片的方式 尤其是接下来我们要改成一个 就是好像七天可以领 四片 四片 就double 他们的业务也是跟着double 他原来就已经忙不过来 因为我们知道很多药局他可能 至少我家附近好几间药局 我看根本就一个人在雇 你一个人在雇了 他同时要去应付处方签 要去应付这个排队的人 他怎么弄得过来 所以这个对他们来讲 当然是一个负担 所以现在当然他们是说 之前都是无偿工作 现在是说好像一天要补充上800块 我觉得800块 对有些人也许有诱因 对很多人恐怕诱因也不是很大 所以我个人是认为 这800块是不是干脆政府去雇员 就是包括一些等待工作的人 或是说替代液 或是这些其他的 就是相对比较闲的人直接去 你直接配他们在这个药局 让他直接就去帮药师去处理 包装分发的这个工作 有这样说 对 我觉得直接就这样去做 你也不用去给药师这800块 就直接给这些人钱就好了 我觉得这样最省事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他们一直在做 这样的服务的时候 是不是也应该要给人家 一点基本的合理利润 因为人家也是提供店面 这些东西去给你们卖 虽然老实讲一天 一个口罩给他一块两块利润 我觉得也不为过 在我想法是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绝大多数人在货 应该不是口罩到底是5块 还是10块钱 重点是买不买得到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这些东西 都可以从宽去考量 因为重点是要让多数的民众 能够赶快去拿到口罩 是达到这个政策需求来最重要 我觉得花一点点小钱 如果能够达成 如果能够顺便趁这个机会 能够照顾一些待业的人 我觉得也是一个很好的想法 对 现在不只是你说这个 没有钱拿 还包括了很多的包材 他们买不到 还要自掏腰包 说你这个塑胶袋 可能我要自掏腰包 现在钥匙真的好像 跟便利超商的店员还辛苦 所以我们今天赶快找到一个 连线黄钥匙 黄钥匙 是来 黄钥匙 黄钥匙好 你好 是 好啦 这个昨天其实 黄钥匙你跟我们连线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你这艺人药局 妈妈也出动了 但是妈妈累坏了 哥哥也来帮忙了 但是哥哥总不能每个半天都在请假 所以根本的问题就是 还是需要有人手 甚至要雇用人手 结果后来马上我们节目之后就看到 有一个最新的补助 说一天可以补助你要局800块 你觉得是不是可以帮得了你的忙呢 你可以赶快请人了吗 其实我们讲800块 他那800块他是说 800块叫我们去请公读生来帮忙 是 那我们有想过 我们有想过为什么 我们要一家一家去请 为什么不能上面他直接同整起来 他把那钱都直接他就去顾好人 然后再分配下来 不是会比较方便吗 同一分配同一训练 还有就是说如果说这个区域 如果说有今天有四家药局 五家药局 那他可不可以把那个钱合在一起 然后集中在一家药局 比较方便领的地方 那你所有的人可以在那一块 我们找一个合适的地方 那我们就是提供场地 我们提供网路VPN 还有设备那些的 我们都可以提供给他 请他们一天就把所有的量 全部发完也是可以啊 哦 这样子更简单 你也更方便 这样做 这样做起来其实是更简单 而且不需要用到 不需要每家药局都要做那么多的 前置工作 你之前不是也有请过 是不是请过 请过其他人 不是您的家人啊 请过其他人 是类似像工读生还是志工呢 结果呢 我这边目前是没有 不过目前有学弟 他那边的经验就是 他请了志工 来帮忙 然后当那个第一个死亡的案例 出现的时候 当天晚上那两个志工就跟他们说 他们没有办法来了 因为已经有人死亡了 他们也会害怕 后来好多歹说 最后他们是说 如果附近他们县市有案例出来的话 那他们就不来 这样子 所以你看也没那么容易 对 你说学弟 他其他的药局请志工 但是人家志工也会怕 人之常情 所以真的不是那么容易 所以你希望能够统一帮你来找人 这样的话也不用麻烦 什么一天还要补助800块了 可是像现在 你会不会还是有那种疲于奔命的感觉 比方说不是只有来跟你买口罩 还有很多其他的需求 各式各样的需要吗 或甚至是像我今天经过一个超商 我只是去买个咖啡 我就看到那个超商就被 你知道买咖啡的时间其实是非常短的 结果居然就让我看到有两位富人 不约而同的 都跑去问那个超商说 请问你这边有酒精吗 那没有那什么时候会卖 就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民众会有类似 像这样的问题 那你这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们目前的话 其实我们都说 民众看到的是新闻 我们在等公文 因为我们东西根本还没有来 新闻都已经报说药局的酒精都来了 可是我们讲绝大部分的药局 还并没有收到 尤其是北部的 目前可能今天才会陆陆续续的收到 是 马上师刚才有讲说要等公文 还有包括发生一个状况说 食药署要统一配发这个 说所谓的统一规格的纸袋 因为你们现在可能都是自己 自掏腰包去做什么塑胶袋 不知道你这个纸袋有收到吗 纸袋的话 目前看到有两种规格 就横式信封跟直式信封的 目前的话在一般平面的口罩 他要装进去是OK的 可是目前很多已经开始有 3D立体口罩 3D立体口罩要放进去的话 可能就会塞不太进去 这也会有没有的困扰 刚才有来宾在讲到说 或许是不是政府可以考虑 让这个口罩可能 反正现在是5块钱 多一两块的利润 那你们要是可能不管是请人 或是你们在作业起来 也有相对可能有得到一些回馈 你觉得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好 其实我们讲口罩的利润 对我们来讲并不是非常的重要 因为其实我们大部分人 大部分的人都觉得说 其实我们需要的是能力上的资源 还有政策上的配合 就是有一些 今天政府有一些要讲的事情 可以先跟我们讨论过 或者说要怎么做 可以先讨论过 让我们比较好去应对 有一些比如说像今天酒精口罩 他东西都还没有下来 如果新闻上面沸沸扬扬 我们讲一天都有十几二十个 甚至上百个人进来问说 你们酒精到了吗 你们酒精来了没有 目前已经比较早送来的 他们可能已经全部卖光了 甚至有人说 因为我们讲第二批 他预计是3月2号之后会到 然后就会有人说 那你3月2号几点会到 有没有人说 你可不可以留一瓶给我 熟客啊 会有这种压力会不会 其实会有 不过以我们 我们目前我们几个 比较认识比较熟悉的药师 我们其实我们大概都有一个 一个观念就是说 我们要先让第一线的能源拿到酒精 比如说像计程车司机 我们讲在餐饮业店面营业的 一些那种我们讲说 比较属于学校 补习班安心班那一种的 他们比较需要 尤其是说计程车司机他们说 我们有好几个计程车司机有跟我们讲说 他们每一个客人下去 他们就要全部全车都要插过一遍 用量很大吗 所以他们的酒精量需求非常大 是 那回来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口罩 其实我记得昨天在连线的时候 黄小师有特别讲到说 真的不升负荷了 口罩实在是都不知道该收还是不收了 我能不收吗 因为我根本没有那个人力跟条件了 你甚至想说我不卖可以吗 但你知道其实我就看到 也有民众就在质疑 说钥匙在那里抱怨什么呢 钥匙不是卖口罩也有贪 那卖口罩是一个赚钱的事业吗 你来回应一下好吗 我们在平常的时候卖口罩 当然一定会多多少少有利润 可是今天这个是防疫口罩 防疫用的口罩政府说没有利润给我们 我们也不会怎么样 因为就是大家要要去有一个合理的分配 是 所以没有我们不会讲 可是我们其实最大诉求是在能力上面的资源 能力上面的资源 政策上面的资源 因为我们讲一块两块其实 对我们的营业成本来讲的话 其实你说有补贴我们感觉其实有跟没有也差不多 人都累坏 像图卡机一台就4500块钱左右了 我们甚至有已经坏了第三台了 消耗量真的很大 因为很容易坏掉 消耗量非常的大 平常没有这么多人这样排队来领 真的是这个图卡机都超坏了 是好 因为大家会连续 是 辛苦辛苦加油好吗 这个现在大家在第一线 真的都是想说为大家服务 因为一起防疫 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但是不简单 那今天其实钥匙只是说出了他的心声 他的需要 希望我们的政府官员赶快帮帮忙 因为你听到了 我们其实就是反映一下现在民众的需要 第一线的人员的需要 韦翰来回应 其实我刚刚在看这个钥匙在讲的时候 我真的觉得 大家都跟钥匙们说一声辛苦了 就黄天忧钥匙 他跟我爸爸还刚好同名同姓 真的 这么巧 对 三个字都一样 就是您真的辛苦了 不只是您 我想全台湾各地的这些钥匙们 大家都在努力中 检疫人员 做口罩人员 大家都很辛苦 就是为了大家 为了你我 为了2300万台湾人 但是刚刚看了以后 听完钥匙的说明就知道了 他们是在服务 所以如果你是排队排到后来 你正好是下一号没有的人 不要把你的怒气发在他们身上 现在double 200变400 工作量就是增加 赚不到什么钱 就算是补贴 其实也就是探辛苦 探那个算贴而已 135 246 礼拜天还要帮下去走 对不对 我一个礼拜也有个休息 这样子他们是很辛苦 这是一点 所以口罩的东西我觉得 我没有解方就是说 有人讲说请军人来发 请什么 或是说临时工什么的 或许也有清洁跟专业度的问题 但是讲说钥匙 而且是健保特约的钥区 我们信任他 因为这应该没有问题 但是如果你有其他人 或是说比较年轻的替代衣等等 或许民众会觉得说 我没有信任感 这也是个问题 还有人讲说 是不是可以拿健保卡 这我不确定 可能他问一下健保局 用自动贩卖卡 就是自动贩卖机放口罩里面 然后你拿卡去刷 我现在所知道的 这个读卡机读完之后 他要去看这个人七天之内 他并不是卡 我健保卡靠近机器他都知道 他就自动判断你七天之内 是不是买过了 那个是还是用人工判别的 所以即使自动贩卖机的这个事情 本身他吐两片口罩应该不难 但是你要判别 他是不是可以再来的 昨天才来农过 今天又来 这个也会是问题 所以短期之内 可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模式 可是如何帮他们 梳解他们的疲劳度 这是一个问题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口罩的问题 马上下礼拜会面对的就是 小朋友现在变成是七天四片 我也在这边直接跟大家讲 就是每一个地方都会 有很多的努力 很多的赞美 但是也有很多 可以提出来讨论的点 不是在唱出来政府 或讲说又在哪里做不好的 不是 我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因为现在的儿童口罩 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说 有些儿童同样是六年级 女生通常会长得比较快一点 他有的已经像大人一样了 他可能他需要的不是儿童口罩 他只能买儿童口罩 有一些是 他其实明明已经超过12岁了 满12岁的只能买成人口罩 可是其实成人口罩 对他来讲太松大了 大家懂的意思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数量的问题 因为大家知道 他是按照年纪来算 所以每一个年级 我们中华民国的国小是 9月1号开始到8月31 这样子一个turn 就是一年 所以你班上最大的大哥 跟最小的小弟或小妹 有可能年纪差了300多天 因为他就是9月1号出生的 我就念今年 我就入学一年级了 结果我们班上最小那个人 可能是8月30或31的 好 现在问题来了 我们现在是2月 我们现在7天2片变4片 很多家人都拍手 可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在台湾 所有的小学当中 6年级的学生当中 去年9月就可以念这6年级 到现在2月的 他变成成人口罩了 他不能领4片 也就是3月以后的 甚至3月4月5月6月7月8月的 他可以领4片 理论上有一半的 理不着儿童口罩 对 另外会有一半的儿童 同样是小明跟小芬 小芬拿4片 我小明我变2片 因为你已经满12岁了 所以也有家长在讲怎么办 还有那个大小 所以这都是问题 我也没有讲说这是怎么样 做不好 就是总要有个制度 身为学生的教 我儿子其实就是 因为他马上这个礼拜要生日 所以下礼拜要生日 下礼拜生日完以后 他就要成人口罩了 然后我小儿子个头非常小 所以他其实就是 他跟3年级 小6的儿子跟小3的妹妹 长得一样差不多高 所以他现在开始拿成人口罩的话 他就会太松 这些问题 不是我帮我自己讲 是说现在这个状况就是 各自会有出现一些 可能如果你不是家长 你不会遇到的问题 就伪害的问题 可能很多家长的问题 这个跟身材大小先不管 就年纪来讲的话 现在开始7天变4片了 但是前一阵都7天2片 7天变4片以后 也只有12岁以下小朋友 可以这样领 满12岁的小朋友 就要领成人口罩了 另外今天还看到其实口罩的问题 还包括了 现在传出来有一个斯洛伐克的 大使的太太 她为什么她买不到口罩 因为她只有什么 她住台代表 她帮小朋友要买儿童口罩的时候 因为没有健保卡 她出示了外交官家属的文件 她只有这个文件 就有药局人员说 这个不是健保卡 如果你不出去我就要叫警察 所以她非常的难过 来PO了一个文 第一次含泪在台北街头急行 结果我们的行政院长苏贞他 听到这个事件 他也做了一个回应 我们来听听看 我想也应该对于 住在我们国家 或者我们的住外外交官 无论是任何人 我们都希望让他能够拿得到 相关的必要的防疫资源 包括口罩 所以这一方面外交部已经 都协调 都做好了 我看到苏院长很快就讲了说 外交部已经做好协调 都做好了 不过因为她是斯洛伐克駐台 代表的太太 所以马上就做了一个处理 但是我们外交部也很快回应 可是我们还有很多的民众 我们要问一下佩芬 这个桌子 刚刚我们在讲的口罩 儿童口罩 成人口罩 或是钥匙的问题 或是很多人排队 还是买不到的问题 其实一一的 看到非常多的问题 但是院长也不可能一一的 大家都很希望 像外交官的太太一样 一有需求 马上就获得回应跟解决 是 对 但是就是口罩这个问题 其实现在不只是台湾在头痛 其实全世界每个国家 包括日本 现在以前大家到药妆 都是要抢什么化妆品等等 现在大家都是在问说 有没有口罩 可是全部都没有 因为全部都被抢光了 很多人说日本街头 怎么大家不戴口罩 其实是他们摆不到口罩 然后甚至到美国 美国现在没有什么疫情 但是也买不到口罩 但是也是中国观光客区 大量的抢光了 其实在台湾就是我们现在 虽然说口罩的量 还是相当的有限 就是差不多400万片 但是就是也很快 都会给增加到1000万片 还是不够 但是已经很快速的在进步了 其实台湾还有一点一个特点 就是是口罩少数少数 非常少数没有涨价的国家 在有的国家 就是口罩日本就是这样 你如果要买的话 他网路上价格 已经轰抬到一个非常夸张 他们自己都在叫苦连天的一个境界了 其实我也可以看 我们看一下对岸中国 中国他们政府已经下令说 要全面开始复工 全面复工遇到的第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开学 遇到了一个很类似的问题 就是口罩 就是缺口罩 他们每日的口罩的需求 其实是5.33亿 这是非常非常惊人的一个数量 可是他们口罩的生产量 也没办法到那么大 他们其实就算全部的产能 全部满载的话 也只能达到3.8% 所以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问题 我说这个其实不是说 要比说谁好蛇坏 而是跟大家讲的一个现况 就是现在全世界都在缺口罩 现在我们一开始是在超商卖 后来就觉得说 这个超商可能负荷上没有办法 再转到药局卖 药局就可以连线健保卡 是 就可以连线健保卡 可以比较有制度 比较实名制 那个时候大家也是觉得挺赞成 但是实际上施行起来 就还是遇到了在就是需求 过于攻击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那也是大家需要去面对的 包括说外交部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可以回应一下 因为我前几天才在跟一位 我也是外国的驻台的 外交官员在聊 我也才知道说 原来他们其实外交官都没有 在台湾都没有健保 因为他们其实很多国家 是他们用他们本国的健保 就是他们的母国的外交部 统一帮住在全世界的外交官 就是有他们一定的 自己的健保的系统 这个斯洛伐克的状况 我不是很知道 但是我要说就是 其实他们这外交的 他们还有通用另外一套系统 然后外交部也知道说 他们在台湾的外交人员 其实是没有用台湾的健保的 所以也会就是 再用特别的系统 特别的管道去给他们 就是做像口罩 或平常是就医 看诊 等等的一些其他的服务 好 不过我们其实还是要 回来关心一下就是疫情 因为不是只有在看我们台湾 现在目前境内的状况 我们也要来看看我们的邻国 邻国你要看看日本 你甚至要赶快看看韩国 昨天下午其实我们已经宣布了 对于南韩旅游警戒都拉高了 但是到底什么时候 会针对日本呢 现在看到陈时中部长说 不排除 有可能 可是这个问题一直来 今天其实我们也看到 钻石公主号有游客都已经下船 然后今天晚上都有台胞要回来了 那接下来又要如何来处理呢 稍后回来讨论 当然要防疫 这样各国比一比 日本最让大家惊讶 大家觉得日本人做事都很严谨吗 或是很小心就这一次的防疫 那就感觉好像漏洞百出 或是已出了很多状况 比如说他们的官员 后生劳动省的官员 告诉大家说 你不要像戈吉拉这样咳嗽 猛烈的咳就不会传染 就一出来大家都哗然 随后他就道歉了 但是这个让大家印象很深刻 而且不是那时候他讲 好像自以为幽默 就说要让大家笑一笑 结果后来旁边就有人 民众说一点都不好笑 对 在疫情当下 竟然开这个以为自己幽默的玩笑 再来看到这个真的是高级讽刺了 你看这是一个民众 他可能国学造业也很好 日本的首相叫安倍晋三 他这边特别是不安倍增 他现在在搭电车 他现在心里非常的慌张 这四个字完全的体现他的心情 热门关键次了 对 但你看看这边还有这个 也是后劳省的副大臣 他其实是乔本岳 他是乔本龙太郎的儿子 正二代 他告诉大家说 没有 我跟你讲 鑽石公主号 我们都是有把它区隔开来的 比如说你看 有清洁过的 我们让他们走这边 没有清洁过的人 我们让他走这边 可是大家一看 不对 你这两个门通往的是同一个地方 这只是在门口贴安心的 我跟他说 环犯狗 日本的防疫 大家觉得有点心酸也有点好笑 就是怎么会漏洞摆出成这样 但是我们现在 还是把它列为一级注意而已 日本其实基本上是一个 比较矛盾的民族 乔本苑后劳省的这位傅大臣 他的第一个 因为日本人使用的是推特 他不是像我们用脸书 他已经把推特那一个已经删掉 但是已经被疯狂截图了 第一个他没有医疗公卫的背景 像我们益天川署长 他对公卫非常了解 他不是 第二个就是那个图 你走出去不是同一个地方吗 只是在标示一下而已 但是你要知道 我今天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要密切注意几件事 因为第一个日本跟台湾很近 而且我们台湾一年 去日本观光人数超过400万 所以其实日本跟台湾息息相关 还包含我在前一段跟大家讲的 如果你真的想要逃掉那个漏洞 现在跑到 从大陆跑到日本去 只要过境 你不要直接转机 可以查到飞行记录的话 而且离开大陆是用台胞证 进入日本是用签证 回到台湾也不会特别拿台胞证出来 他可能是一个漏洞 因为日本是一个比较矛盾的民族 所以像前两天有一个 盐田建太郎 神户大学的老师 他上去 他对抗过伊波拉 他去大陆看过SARS SARS 结果他这样一个专家 他所警告大家的影片 昨天被下载以后 我看到很多人在讲 我想说应该是被对付了 这是他自己撤下来的 他还跟日本政府 他还道歉 对 所以日本是一个这样子就是 既有礼 可是又可能稍微粗鲁 既服从 可是又带着霸气的一个民族 日本的官员这一次的所有举措 包含了安倍首相 我们现在给大家看 在日本其实并不是主流 就像在台湾一样 政治立场有的人觉得说铜 毒 铜 毒都不是多数 可能觉得维持现状的人比较多 在日本也是一样 现在你从国际媒体上看 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台湾跟日本比较接近 台湾的网民PTT 大家会接比较多 日本在这一次之前 这一段时间以来 可以说是全力的力挺中国大陆 包含了送几百万的口罩 包含了山川抑郁 日月同天等等 让很多的大陆网友 对日本非常感谢 他当然包含了实际的利益 跟政治还有今年办 东京奥运的因素在 实际的利益就是说 你看所有贴出说 支持日本的那些地方 武汉加油 请你仔细去看 因为我对日本也蛮有兴趣的 就是观光区 北海道的织物湖的 大阪的稻敦爵这些地方 因为他大量的做 中国大陆观光科的生意 所以他当然要挺 因为我知道你们现在不能来 也不会来 等到疫情过去以后 你们一定会来 然后你一定会选择 还有这个商圈 因为我当时挺你 这也是一种互动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就是 东京奥运对日本人来说 从1964年半以来 那个时候是战后 是日本刚刚弄好东京铁塔 想跟全世界证明 战争已经过去了 日本要站起来的时候 所以对日本来讲 尤其是现在都还活着的 掌握政筋权力的这一些 年纪大概70几岁的这些人 他们对于东京奥运这个意向是 完全是觉得这是第一的 这是我们的使命 所以当安倍政府告诉人家 我们不要因为防疫而使得 全世界各国对日本缺步的时候 日本他全部是配合的 可是人民也会有反弹声音 所以我们现在主持人 给大家看这个不安倍增 这是少数零星 但是不代表没有 大家也会对于日本的疫情 现在看起来是乱七八糟 这个事情感到不满意 可是日本毕竟是一个 比较服从的民族 现在政府是这样 当然最后结果论 如果疫情并没有比现在更严重 就大概是现在这个样子的话 然后后来奥运也办得成功了 那安倍就对了 但如果后来疫情整个大失控 甚至连奥运都因此被取消 就讲说你当时在干嘛 你应该让疫情被控制 你因为不想疫情影响到奥运 就反而奥运不能办了 那他就是罪人 他就要下台附资 你知道现在东京已经宣布说 我们要取消大规模室内活动了 现在才开始 所以他们是两难 因为其实是这样子 包含了运动比赛 特别担心就是运动员 因为运动员也很在乎 自己运动生命跟健康 如果说会造成影响的 运动员可能对不起 我们不参加了 他们也怕 所以这种状态他很难去做取舍 所以这是日本目前的两难 也是日本他们民族个性上面的 一些矛盾之处 你看到了日本 但你要看看南韩 南韩现在的状况也很不妙 昨天说我们提到他们的旅游警戒 可是在此我们先来看一下 南韩现在有所谓的超级传播者 出现在南韩大丘 大丘这地方就在那釜山旁边 很多台湾民众都很喜欢去这个地方 来观光旅游不是吗 61岁的女性她是一位教友 她参加这个教会的活动 光是在这教会 一个人就传了37个 还有那教会外面的 也同样也有被她传染的 据说已经有到42个了 全国累计156例 而大丘已经列入特别管理区 这个累计的数目 怎么好像一直在暴增 都是那种几十个 几十个这样在爆的 你想想看台湾人 现在还有很多人去南韩 南韩有没有人来台湾 也还是有 但是现在你可以想像 我们也没有说 这个像进中港澳一样那样子 去进韩国不是吗 如果搞成这样子的话 现在我们还真的还满担心 现在目前这个航班持续着 这个韩兵你怎么看 他的影响很大吧 我看韩国这个状况其实差不多 因为他们自己也承认 就是社区感染传播了 对 院内交叉感染也发生过了 所以对韩国来讲 情况大概就是失控 我觉得差不多就是失控 因为你说一个人传了这么多人 因为他们之前MERS的时候 好像也出过类似的现象 也是一个人传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这种超级传播者 不管怎么样就是在韩国这边 现在看起来 至少在大丘这个地方 我看他们是人人自危 因为有媒体 有外国的媒体形容说 现在大丘有点像死城 大家都不太敢出来 说被列为特别管理区 大家担心第二个武汉的 但是问题是 真的只有大丘这个地方有事吗 我真的不太相信 因为这个地方会发生 以韩国跟中国大陆之间 交往的这么密切 为什么只有这个地方会发生 大丘还不是韩国最热闹的地方 釜山比在他旁边更热闹 釜山更热闹 害首尔更热闹 对不对 为什么这些地方不会发生 所以我在想 是不是根本还没检测出来 因为这个是因为 后来被检测出来之后一个 他巡线这样出来之后 才发觉他那个教会 里头一大堆都是 而且那个教会去出来 到处告诉他们 教有人叫他们说 你们不要去跟别人讲 是我们教会 就是怕被影响到或是这样子 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 隐匿的真的不知道有多少 所以我必须说 尽管现在我们只是把它列为一级的 这样注意 留警示 我看恐怕对我们自己心中 要提高很多警示 其实包括日本也是一样 我必须说至少韩国还愿意承认 他就算一天以下报征这么多 他也是认了 他就直接告诉大家这么多 日本现在让我觉得更心慌 为什么 因为日本还不承认 因为日本 你看他那天从船上放400多个 昨天又放了500个下来 他放了这么多人下来 问题是这些人有经过 真正很确实的检疫吗 我真的都有点怀疑 后来不是说什么也有人 就已经有发烧的症状出现了 你知道日本有一个例子 我今天看到他的报道 我真的快吓死 他发烧了整整7天 每天去挤电车上下班 然后工作到晚上10点多 你知道而且公司没有人觉得 这个什么不应该 他就应该要这样做 因为他们就是很拼 是 而且他跟医生 都是忍着上班 最可怕的是他不断的跟医生讲 因为他一直都有去看医生 他是一个很负责任的人 他不断的跟医生讲说我发烧 你可以帮我去做这个筛检 去看看我到底是不是 得了新冠肺炎 他怀疑自己是 那医生说你现在时间还没到 先不要去做 而且你要知道 你万一诊断出来 第一个我们诊所要 就会很麻烦 第二个东京奥运可能也会很麻烦 就这个理由 医生直接这样跟他讲的 所以就拖到最后不行了 因为他连续发烧40度以上 连续好几天 实在是受不了 那个医生才心不甘情不愿意 去帮他做检测 才验出他是新冠肺炎 不是说他们好像是说 要连续发烧 发高烧要4天 37.5度以上4天 然后你知道他们更扯的是 他们前天还把隔离的时间 他们本来就比我们短12.5天 现在说成两天 隔离两天 就是只要你没有症状的人 你隔离两天就OK了 这到底什么日本政府 如果是这种心态的话 我预期 不 他们是考虑这样做 应该没有真的这么做吧 就差不多要这样做了 所以日本现在为什么要骂安倍 因为昨天安倍还在那边吃河豚 大家都觉得莫名其妙 国家都已经到什么状况 你还要闲工不去吃河豚 所以我必须这样讲 南韩至少看起来 他是已经在做所谓的 减灾期的处理 他已经准备应付可能要大肆扩伤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日本看起来好像不是 所以我觉得 如果日本继续这样的作为的话 我认为日本现在恐怕比南韩还要危险 来 署长 你怎么看 韩国 日本是一级 然后中国 香港 澳门好像是三级 韩国可能 我觉得应该赶快把它弄到一级 旅游警示 不过旅游警示跟我们他进来的人 做自主管理或是居家隔离 好像不一样 如果是一级 好像也是自主管理也比 自主管理应该可以 因为对他的影响很小 对日本还有韩国 进来的人也影响很小 那么另外维翰也提到 有些在中国大陆的台商 他用别的身份 他可能有美国国籍 或是用台胞镇 跑到日本去 然后再转回来 回来应该所有路径的人 都应该写一个 就说我这14天内 没有去过哪里 如果有就比照非洲租赛 罚100万万一 你就明明给我写说没有 结果有 现在是有一个好像要罚100万 不曉得 现在要改 这是诚实 爬爬罩就要罚 这是诚信的问题 你既然敢这样逃 我听说有人就是这样跑回来 这样换取14天不用去 这个非常不公平 其他人都是智障 就是只有你这样聪明 都买一个机票就省14天 写 写下来万一你查到 就比照非洲租赛就给他处罚 看你敢不敢这样跑 他也可能跑洛杉矶再回来 你永远查不到 而且他是买两张票 他买两张票的话 其实你就不像说是买那种 中转那样的票的话 你查不到吧 你们都可以填一张叫做生 你一定会问他说 你有没有枪炮 没有 你有没有带水果 没有 你有没有14天内在中国滞留 有 没有 你被我查到就中华 可是怎么查 查得到吗 查得到你事后再去追 从飞机 从航班 那要航空公司要跟你配合 你一定查得到 他的护照是什么名字 这个应该查得到 反正你敢试看看 不然你来试看看 100万来赌 没有 我们这个绝对 不会做这样的事情 这是可以的 这害人害己的事情 他要去看病 你万一这看病 我就给你查了 你就会参邦 是 我是觉得不只是罚款 我觉得干脆要给他刑事责任 因为你这个很明显的 未照公文书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要先受到刑事责任 好 刚刚其实我们有讨论到 现在是不是可能在旅游的部分 大家真的就是要乖乖的听话 中央疫情指挥中心告诉你说 有些地方危险 最好现在先不要去 大家忍一下 那么包括日本 南韩 情况看起来这个疫情 都没有办法控制 甚至还在节节攀高的时候 你最好能不要去就不要去 可是现在你看 有一些其他的国家 当他看到是中华民国国民 拿着中华民国的护照的时候 他甚至都还提出来一个要求 是台湾好像跟中国很近 所以是不是可能你是台湾人 好 我知道了 可是我希望你能够证明 你没有去中国 然后他希望你能够出示证明的话 有人建议我们政府的做法是 你要不要加上一个注记呢 因为单纯透过一个护照 他没有办法辨识旅游史 你无法证明 这会不会也是一个问题呢 好了 我们看一下行政长苏贞昌 倒是有对此做出一个回应 来听一下 现在因为到中国 他又不肯在我们的护照上盖章 才会这么麻烦 很多国家因为看到台湾中国 往来密切 又从护照上看不出来 所以才会误会 让再禁止中国港澳的时候 把台湾也捡得进去 我们很希望想出办法来 能让世界上了解 台湾跟中国是不一样的 对 因为现行你要出入大陆的话 都是用台胞证 那你回来的时候又用护照 他们想要封哥 当然这就变成一个漏洞 刚刚到行政院长呼吁说 是不是现在是大陆 不让我们盖护照才这么麻烦 但现行的状况就是 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真空的漏洞 而且其他国家可能对台湾 因为跟大陆这么近不信任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 我想现在的问题 当下当然会有些麻烦 但这就是两岸关系的问题 如果说两岸关系把它搞好的话 这个问题是可以协商 是可以在处理的 不管是在护照上还是台胞证上 都可以做一些助记 或者说是电脑的一个连线的处理 我认为这个问题不大 现在就是说政府的破例的问题 政府是不是有铁碗 就是说面临这个疫情非常严峻 非常紧急的时候 因为现在我们的政府 给人的一种感觉 除了他的措施不扣明快之外 另外一个感觉就是很耗面子 比如说到底是不是社区感染 社区感染的这个问题 大家好像都是在争一个面子 不管是争国家的争议尊严 还是在争政府官员自己本身的面子 这样子的情况之下 就会造成一个什么结果 就是造成老百姓的掉以轻心 我想今天报纸 某报就画了一个插图 就是第24的这个案例 他还唱卡拉OK 这代表什么 就是说民众对于现在疫情 紧张的这种形式 还是掉以轻心的 这个掉以轻心 我觉得大陆他们的做法 就可以看得出来 两边虽然血缘都是一样的同胞 可是事实上做法却不一样 你看大陆 他的电梯里面他都用牙签 就是你不要去碰那个按钮 你用牙签去戳 当然这个事情是一个小事 但是也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民众是不是掉以轻心 换句话说 现阶段我们的民众 除了戴口罩之外 另外刚刚署长也讲得非常清楚 就是要勤洗手 有一些朋友他就跟我讲 其实如果说你在高风险的地方出路 比如说去医院或者是人多的地方 你一定要常洗手 最好一天能够洗100次以上 都可以在手不洗 除了洗手100次以上 甚至于你要喷这个次氯酸水 让这个次氯酸水达到百分之百 这个消毒防菌的一个效果 当然就是说政府的铁碗 我刚刚也讲到 刚刚也有包括署长 还有其他的朋友 有讲到澳门的措施 我认为澳门的措施 他这个地方是很小 只有60万人口 而且地方就是一个岛 可是他的一个铁碗措施 是值得我们政府官员来做决策 或者说是未来做任何事情的 一个借鉴的 比如说他在实力的时候 澳门很简单 有实力感染的时候 他铁碗 因为我们大家非常清楚 澳门他的主要的裁员 就是靠赌场 可是他在所不行 就把赌场关掉 关掉以后 他又采取两个有利的措施 来安抚民心 我们台湾也有口罩之乱 日本 韩国 也有口罩紧缺的这种情况 可是澳门不缺口罩 因为他们澳门特区政府规定 你10天你就可以到定点 去领取廉价的口罩 每一个人领10个 10片口罩 那个10片口罩大概价值 就是用30多块新台币 就可以买得到 而且每一个人 还发给这一个纾困金 纾困金大概是3000澳门币 大概是相当于11000台币 这个老百姓就是很实惠 虽然说生意做不好 然后收入变少了 也没办法上班 可是多多少少有点心理的安慰 换句话说 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他已经13天 澳门已经13天 没有任何确诊的案例 从这点可以看出来 如果说政府做出一个铁碗措施 有个决断 然后老百姓又可以全力配合 不会掉以轻心的话 这个严峻的这个疫情 就可以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 所以这一点 我们应该好好思考跟反省 对 人家的经验 好的经验 都值得我们借近跟学习 不是吗 马上回来 下周二就要开学了 当然在学校消毒工作很重要 大家都很担心 可是如果你在学校 摆一些什么酒精要消毒的话 小朋友常常在打打闹闹 就拿了酒精 突然喷了眼睛 喷了什么 刺激性 哇那不得了了 所以有些人在讲说 要用次律酸水看看 是不是弱酸性的 可能比较不刺激一点 但是我们也听到 包括了基隆 包括有医生也在讲说 可是你次律酸水 院长在讲说你喷出来 万一在蒸发了之后 就只剩下什么 只剩下盐巴跟水氧化之后 我们现在祝年峰 祝医师 这个次律酸水大家也很好奇 然后也有人在做质疑 到底说学校在那边喷 用次律酸水好不好 对 我们先这样讲 学校或者是幼托园所 很多都是小朋友 小朋友可能皮肤比较敏感 或者是年纪小 我们现在疾管的 还是第一个是用酒精 第二个用漂白水稀释 然后磨在课桌椅上面 或者环境 但是如果你有另外一种选择 而且对皮肤的伤害 或者吸入性的伤害 比较小一点的话 当然是可以用使用的 赤露酸水跟赤露酸钠的差别 就是赤露酸钠 它是一个强碱性的要稀释 赤露酸水它是弱酸性的 不需要稀释可以直接使用 杀菌的效果甚至比赤露酸钠 还好一点 然后我们其实在 我在嘉义先卫生局的时候 我们做过两次的实验 第一个是大家记得 前年在0823加1大水 我们在沿海的地区 所有东石布袋全部都淹完了 然后那时候整个 几乎所有的房子 都淹到膝盖以上到肚子 我们那时候就很担心 这个疫情会爆发 因为每次災害后的疫情爆发 所以我们那时候 一部分是用漂白水 但是那个漂白水 几乎都花光了 每个人都发光了 那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选择 就是我们自己正好 万万他们提供了我们制水机 我们就在摆在卫生局 我们就每天一直生成那个水 给家户来取用 来使用 大家可以看在0823 是居然没有发生 狂风暴雨之后的疫情 就没有任何的感染 整个环境被淹成这个样子 没有任何的感染 第二个就是在那时候 正好也有肠病毒的流行 肠病毒因为满流行 在整个夏季的时候 是很多幼拖园所或是小学 他都会被感染到 很多就像我们现在一样 要开学了 是不是要清销环境等等 那时候我们也用了这个 送到每个小学区或幼拖园所 也很幸运的这样做了 所以我们用基于这几个案例 所以我们那时候就是说 我们就摆了一台 在嘉义县的卫生局 民众只要带着容器去装 他就可以直接取用赤露酸水 来做消毒跟 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取代的意思 就是说你如果 譬如说对酒精过敏 或者是不舒服 对漂白水难以忍受 对不对 因为它有时候稀释 我们就用了这个 而且它的效果 它包括细菌病毒 它都可以杀 所以经过一些实验的证实 我们认为说 这是可以试用的 大家会说有一些是价钱上的差异 对不对 有的是浴龍的车子 有的是福特的车子 有的是更好的车子 对 现在我们可以看 在市面上购买的赤露酸水 价格远比漂白水贵 也比酒精来的贵 但是有的人就说 它没有比较少的副作用 或者是它的杀菌的效果比较广 所以可以作为一个使用 现在很多地方就是直接有 赤露酸水的制水机 然后可以拿出来应用这样 所以如果是在学校的话 学生们 小朋友们 他大概可以多久喷一次比较好 这个其实我们是这样讲 因为他我们知道喷了之后 他还是会蒸发掉 所以我们几乎是每天 都可以在教室来抹 就譬如说你要进到教室的时候 你就先把你自己的桌椅擦干净 对不对 像我现在看诊也是 我在诊间看诊的第一件事是什么 因为诊间来来去去非常多的人 你就擦桌子吗 对 我现在是变成擦桌子擦桌子 擦老鼠 花鼠 对 为什么 因为你也不知道 因为我们诊间又不是只有 我一个人用 每一个人都可以用 每一个前面也有很多病人来 对不对 我是觉得自主管理 自主健康 我就先擦一下 最起码你对自己的健康 自己负责 对 所以我就这样 家里你不一定每个人都要喷酒精 因为我觉得酒精 因为我们用手毕竟还是不舒服 你可以用选择这种 吃入酸水来做试试看 其实效果是也不错的 我们自己也做过这样 好 注意是身体力型了 所以提供你自己平常生活的 小佩服给大家 等一下我们讲现在开学 但是对于停班停课 怎么好像感觉上是 中央地方不同调之外 这地方甚至还是绿营执政的县市 有不同的意见 是在跟中央唱反调吗 马上回来讨论 好 到底要怎么样停班停课 当然我们的中央已经说了 可是你说怎么样会影响到 台大教授有说 台大恐怕首当其冲 因为占全国人口0.2% 都会趋燃并高 公管交通要到 所以觉得台大会是全台湾 第一间停课的学校 这个真的不知道 人家教授只是这样说 可是我们要先看看 地方首长的意见 桃圆市长郑文灿 他显然认为应该要再延一点 学校只要是一个人确诊 就应该全校停课 黄伟哲也说必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比别人更延 就算只有一个确诊 别人也不敢来上课 所以中央地方 是不是不同调 佩芬 我觉得从这一个 两位地方首长的发言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真的都是非常非常严谨 在对待这个武汉肺炎 我觉得其实中央跟地方 有些时候就不见得说 是完全一定就是一样的看法 中央它其实是定的是一个 通责性的 就是适用于全国 但有些时候地方 它可能是针对它地方的 各自的状况 或各自的风土民情 各自的需求 它可能还会再有更严的 就是中央它的标准 基本上就是一个 可以想象成是楼地板这样 但如果地方说还要再加强 而且是他们能够有配套的措施 那就可以由地方首长 在它的全责的范围之内 再去加强 我觉得我在这里可能看到 是这个状况 现在因应这个开学 其实大家真的都是严正以待 家长在准备口罩 准备说课后或什么 要送安清班 送補习班等等的防范 学校也是尽情全面的在清理 包括说在环保署 他们现在学校的一楼开放空间 因为很多开放空间 现在放假的时候 都是民众去打球 去用 洗手台那些的全面在清理 然后校园内部二三楼等等的 也就是让各个学校自己去